成为一种树会是一个比较酷的一个感觉 因为树首先它就是比较的扎实 就是它扎根在地下就很挺拔 就是感觉很有安全感的感觉 落子误会 对你来说这个问题是压力吗 不是压力 我的压力来自于很多 比如说演唱会就有压力 然后出传集也有压力 各方面的压力都会来 你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小太阳 能量感非常强 所以这也是压力 就是一种 不想让大家感受到我的压力 其实这也算是 知道我一直在想会 因为在很初步已经长大 这种消息 但是我就不知道大家到底有没有 收到这样的消息 因为其实我觉得可能 可能真的会有很多人害 听说像我们可能出道了一个声音那样 提起贴不过 提起往前看 十几岁 十三四岁的那个时候的样子 所以其实也不太明白 那是泪光那力量 我不想再去抵抗你 对希望你却光 我说是泪光那力量 感觉爱存在的地方 可是你能量感受到我身之最爱 хот喝 despite 我一会都没有 你能量感受到我身边 我一会就很快 你能量感受到我身边 我一会就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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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长大就会有更大的压力 如果你能够的很好 我觉得你能够成长 这个能够大家一路看过来 长大的一个 变得越来越有自信 越来越厉害的一个人 有一束光 那瞬间 是什么痛的字眼 你的视线 是灵结 为什么像头的熄灭 我逆着黄 却看着黑夜 是灵狂的眼 我不想再去避免我继续 生日会这天呢和大家见面 但除了现在这一天 我们也跟着在一块 一直就在 我心疼 在 realization mogąя得了 app, eh, ah, ah 每次都会守坏 我们想要说 Sachse 那麼 這條路的名字 也能這樣堅持